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錄音了 今天是錄第幾首歌 第六首 我記得做肉魚的第一首歌 我們是台語的男女對唱 艾力亨行隊 這首歌的點餘率到現在其實還不錯 40幾萬,快50萬 這首歌其實我們有上架到大陸的數位 其實點餘率也跑得不錯 然後再來這首歌之後 我們就把肉魚希望可以打造成一個 時尚一點的舞曲的時尚的歌跡 所以我們做了一首歌叫 《愛的聲就輸掉》 這首歌後來現在在台灣以及大陸的廣場舞 也都非常的受到歡迎 在第一首歌之後 我們就做了一些國語歌的曲風 偏向比較流行一點的 但是又不至於太Fashion的歌曲 那今天我們這首歌做一個小小的改變 又回到台語歌 其實這樣的做法是為了讓歌手的路可以更寬廣 因為JOJO他的唱功就是台語國語都可以 那我們在製作人的立場 我們也希望可以把一位歌手呢 他的這個路呢走得更寬更寬 讓他更有更多的面香呢可以呈現 那今天這首歌若語要不要說說看 你對這首歌有沒有看法 這首歌是台語 然後他的曲風也是我很喜歡的 也是我要求老師依照我想要的曲風幫我打造這首歌 那剛剛錄完了我希望可以呈現最好的一面 給大家有耳目一心 讓大家覺得我也可以唱台語 這首歌是台語歌曾經是很流行的一種節奏的曲風 叫Slurluck 像過去的將會的酒後的心聲 甘情放一瓶 包括張秀卿的冷冷的麵皮 這些歌曲過去很受到歡迎的 這個節奏就叫Slurluck 這個有一點台語式的搖滾的曲風 那這次的這首歌的曲風呢 我們不是走得那麼鄉土 是有一點新但是也不會太新 這個歌名我們暫時保留 這個歌名其實是蠻鄉土的一個歌名 因為我過去曾經寫過 《流水桂花》《台嘎桂鼻》 這次呢我寫到更南端去了 所以也希望這個有地方色彩的歌曲 在肉魚的身上呢可以找到很好的共鳴 好 我們一起來期待肉魚的這首新歌 感謝老師 好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